我是曹阳 有这么一部著名的恐怖片叫做《山村老师》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这影片讲述的是由于一个招魂游戏 导致了四个年轻人离奇丧命 经过调查 发现在小山村里面近百年前有这么一个冤死鬼 他利用潭水谋害了无数的生命 此时由于新建工程 女鬼的尸骨被再次挖出 一件件命案又随之而来了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再次展开 这个影片的故事是人们虚构编造出来的 然而今天我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 这是真实发生的 在一个有着一百多人口的小山村里面 人们突然陷入了一种恐惧和惊慌当中 各种各样的传言在当地可谓是四处传播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山村失去了原有的平静呢 有一点害怕 村民们这是在害怕什么 他们说的怪胎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议论的正是村里的一个十三个月大的婴儿 一个一岁多的婴儿 使整个村子就陷入了恐慌之中 您一定很好奇啊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婴儿啊 当然了 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不会有电影里那些神和鬼的故事 那么一个还在墙堡当中的婴儿 为什么会在村民当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他生那个儿子了 儿子有病了 没有条发 那个没有那个痕毛啊 生了一个这样的人嘛 我家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嘛 猪大爷今年七十多岁了 家中有五个子女 孩子们个个都很健康 但是他没有想到 小儿子朱德辉的小孩 一出生就被村里人看成了怪胎 这是这个树 全部是开的 他不懒 他一同一 他这个就发芽 发芽 他就这样 他自己去炸芽 我要把它炸芽 孩子虽然已经一岁多了 但是看上去 却还像是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婴儿 他总是不停的哭泣 我们能感觉到 他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个孩子究竟得的是什么怪病呢 听说过不长头发的 这不长毛孔的 说实话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不长毛孔就意味着皮肤无法排汗和呼吸 我们想象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每天将要忍受着怎样的痛苦 婴儿的降生也使得这个原本快乐的家庭 一下子就陷入了悲痛之中 一个问题 是怎么纠结着他们 孩子到底是怎样患上了这种令人恐慌的疾病呢 这会不会和母亲怀孕期间的饮食或者是工作有关系 会不会是由于母亲吃了什么药 导致了婴儿不正常呢 当初朱德辉的妻子洪小枫 一发现自己怀孕 停止了外出打工 在家里安心静养 和所有的准妈妈一样 洪小枫小心呵护着自己的身体 对于即将降临的这个孩子 她的心里充满着期待 然后来到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 我又是到那个夜就做地球嘛 但是这个阳系太多了 我说孩子好不好 孩子没关系 孩子是很好的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让洪小枫没有想到的是 她生下孩子的那一刻 迎接她的却不是喜悦 那时候是十月不正常吗 她说什么地方不正常吗 她说她做几十年的医生 她说她没经过这个小孩 这个皮是白白的 跟这个一种皮的一样 封到那个保温厢里面 封了三到四天 反正那个风的那个里面 很苦的 一七五八块钱一天 我说养了四天 我那个男女拿给她吃 吃了几个月 一个礼拜 眼睛就打开了 孩子睁开了双眼 尽管医生依然觉得孩子的情况不容有关 但是朱德辉和妻子却认为 孩子竟然闯过了这一关 只要慢慢长大 情况就会越来越好的 他们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 叫朱颂生 小颂生顽强的活了下来 在爸爸妈妈的细心照顾之下一天天的长大 但是对于她的病情来说 医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定论 小颂生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 他的情况会慢慢的变好吗 让洪小峰和丈夫都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孩子一天的长大 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孩子的皮肤一天比一天更厚 不仅硬得像树皮一样 而且肤色也越来越黑 三个多一是不是 三到四个 我说这个 我那个儿子 他那个情况就不低 我说那个条 条下面是什么 他就起了个腕炮 带他运气 我说这个要不要打一针 那个小颖的针 他说不用打 他说这个呢 这个小孩子太小了 这个皮肤不是这么粗 这个打起来 这个头鼓起来的 就买了 就买些什么药吧 反正买点那个消炎的吗 四个到五个月 就是他开起来了 平时打点消炎药还能挺过去 然而一到夏天 孩子的日子就更加难熬了 差不多有38度到40度 这个小孩子就是难修了 我空调也没有 不是到外面打 我就是出一个那个小房子 是不是 出一个小房子 我就买这个冰块 用那个大盘 把洗打过来 他就出那个洗里面 把冰块也就这样了 他就那个高血就发起来 买进度是这样 小颂生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厚 越来越硬 那有的人呢 干脆把它称为是树皮娃娃 没有汗毛孔 无法排汗调节体内的温度 这个气温稍微升高一点 小颂生就会发起烧来 这父母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 给孩子降温 清水加冰块 小颂生在水盆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然而全身的农包和开裂 让他经常疼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 早上目的也做到晚上目的 一个晚上 只得养三个小时 即便日子是这样的辛苦 但是朱德辉和洪晓峰 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要放弃这个孩子 每一天对于小颂生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他幼小的生命 正在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孩子痛 作为父母的朱德辉和洪晓峰 心里更痛 为这个孩子流下了多少眼泪 洪晓峰说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那么孩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如果母亲怀孕期间一切都很正常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家族遗传呢 然而我们的这个猜测 立即遭到了否定 老婆是不是跟我家里都是搞得很远的 就是我跟家那个河部 那个地方 那个路口 不是几天结婚 不是 那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病史呢 没有 从来没有 如果家中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情况 那么小颂生的病因 那就更加稀奇了 小山村里出了个树皮娃娃的事 很快就传了出去 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病 俗话说 对症才能下药 为了找到孩子的病因 朱德辉夫妻 一直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他们的结果又会怎样呢 医生们能够给小送生确诊吗 他们或许是您的左邻右手 他们或许是您最亲近的朋友 波动心弦的关爱 最让我的付出 转转滴滴 未成了爱的场景 为您讲述 你我身边 心里心里 动心动情 动人的 系列百姓爱心故事 8G故事 近期即将结束 寻医问诊 疑难病情 平平难道 各路专家 我在加息城是第一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病 我治不好他的病了 我们没有讲过 只是书上 看过 没有定论 何处 又有最后的希望 有钱你传中国去跑 没有钱就不要去了 看着谁都治不好你的病 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发生 八区故事 正在为您讲述 山村里的怪因 朱德辉和妻子洪小峰 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 因为他们13个月大的儿子小送生 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样的怪病 孩子的皮肤没有毛孔 而且又粗又黑 硬得像树皮一样 村子里的人都说 这个孩子是一个怪胎 为了给小送生查出病因 夫妻俩带着孩子 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 小送生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朱德辉和妻子带着孩子 来到了省儿童医院 皮肤科的专家门诊 我在江西城是第一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病 医生告诉我们 像小送生这样的病情 他也只是在上海进修学习的时候 看到过类似的病例 他是免疫系统缺乏 一种叫先天性的外陪陈 发育缺陷 医生的这个回答 打破之前 我们对造成小送生病因的种种猜测 虽然目前朱德辉一家只有小送生患有这样的疾病 但是医生说 不排除这病 还有可能遗传到家族其他孩子的身上 因为以前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 对于能否医好小送生的病 医生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吃的好 吃不好 这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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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来说 起码没有生命危险 这是肯定的 这个你谁都敢打包标 可以治愈 最大的困难是没办法进生 没有没有 没有给药 途径 他自有服药 只能通过服药 他给药 途径 很难 很困难 因为他没毛孔 他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找到血管 医生给小送生开了一些外用的消炎药 并且告诉朱德辉 如果他能够做到 在小送生生活的环境当中 始终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话 减少小送生的并发症 那么小送生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难道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吗 经过打听 有人说了 南昌大学医学院门诊部皮肤科 有这么一个治疗皮肤病很有经验的老专家 朱德辉决定带着孩子再去试试 这一天天空下着瓢泊大雨 空气里都透着丝丝的寒气 尽管老天不作美 但是朱德辉和妻子还是带着孩子 莫名来到了医院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医生一见他们不是开药方 而是下了逐客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治不好他的病了 有没有办法去缓解一下呢 叫你走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你再问都没有用 吴教授说 小松生得的皮松懈性 狡化过度症 对于这个病 他也无能为力 吴教授直率的话语 就像真一样 硬生生地扎在朱德辉和妻子的心上 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心痛 但是对于孩子目前的全身笼包 他还是可以想想办法 也许是朱德辉夫妻的无助打动了老专家 也可能是孩子痛楚 让吴教授也动了恻隐之心 就是朱德辉带着孩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吴教授突然告诉朱德辉 让他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找一个老专家再去试试 老专家细细地查看着小松生的病情 他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果 是希望还是绝望呢 虽然三家医院三位专家 给出的最后诊断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是一样的 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他们无法治好小松生的病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难道真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在病痛中挣扎煎熬 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洪小枫轻轻地亲吻着孩子的头 也许只有母亲才会无视孩子满头龙疮 如此亲密地接触 难道小松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只能是在适用各种药品的日子里 慢慢度过吗 我始终相信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事情 现在转机 吴教授向朱德辉提出了一个建议 并且给他写了一张纸条 吴教授写的纸条上到底有什么内容呢 原来在纸条上写下了一个地址 南京和希望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 但是去南京却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摆在了朱德辉的面前 没有入费 这一年多 为给孩子治病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没有办法 我这个儿子现在经济用光了 人家家里很多生意也没有钱 此时朱德辉除了自责以外 他再想不出其他什么办法来 难道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而就在这时 许多好心人知道小松生的病情之后 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是我们当初的肯定那个衣服上的 对 给你们去南京却配 对吧 好好的看一想 这时候小孩小了 是好 如果你们大人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小孩的生意是吧 人都有同情心理嘛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挺可怨他们的 然后就是选了一点 我们都是 就是有孩子的人 不知道这个家长 这个心里怎么会玩是吧 然后一家人这么痛苦 然后我们也没什么钱 就跟他赚了一点点钱 在大家的态度下 在这寒风瑟瑟的日子里面 给了朱德辉一家最大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南京之行 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他会给孩子带来最后的希望吗 南京之行 一车上上演爱心经历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向你的朋友 发出爱心倡议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能放现自己一点微博之力 用我们点点滴滴的爱 助就起一个年有生命 对健康的信心和希望 是个心意好不好 大家一人成分力 也没出成为成分力 谢谢了 医院特诊是 能否有奇迹出现 不是从山西过来的 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 达去故事正在为您讲述 山村里的怪鹰 刚才我们讲到 朱德辉和妻子带着小送生 到南昌的三家医院进行求人 但是医生给出的回答 都是没有把握治好小送生的病啊 就是全家陷入绝望当中的时候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老专家 给了朱德辉和一个建议 让他带着孩子去南京碰碰运气 尽管洪小峰把小送生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是一上火车 小送生还是引起了不少乘客的注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给朱德辉一家出着主意 而大家的议论也引起了这趟车的列车长的关注 他吃完什么菜都不要吃干碗 他医生说他能吃一些腐蚀吗 我以前说牙齿他吃点牙齿没办法 他说你现在他心里 把他的心里都保护 医生长自己也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 看到小送生的情况 握着小送生的手 身为母亲的他 不经肋胖湿润起来 真的好可怜 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是很可爱的 都是天使 我觉得真的很可怜 真的 硬硬的 就是不像小孩子那种像豆腐一样的 那么水嫩水嫩的皮肤 非常的干硬 发硬 就像摸上去像摸到树皮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摸到树皮 跟小孩子比较好 力量也比较微薄 请看我的心 你要轻调一点 要轻调一点 列车长在得知了小送生的病情之后 他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商量 他们决定准备在列车上 为小送生发起一次爱心捐款 现在树皮娃娃就在我们2240次列车6号车厢 前往南京请求静止的质量措施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向你的朋友挖出爱心倡议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奉献自己一点微薄之力 用我们点点滴滴的爱 助就其一个年幼生命对健康的信心和希望 为了给小送生筹集更多治疗费 列车长和车上的工作人员把平时用来放动锅盘当成了捐款箱 虽然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此时他们每个人的心却是滚烫的 多少是个心意好不好 大家一人出分力 也能出成了十分力 谢谢了 谢谢了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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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看一下 二月开始 开始 我唯一跟女儿一月五岁了 看小孩们特别的革命是吧 所以这一点现在也不算什么不做化时辰 多两天 祝他们反正一路平安吧 十块 五十 一百 素不相识的人们 因为一个十三个月大的孩子 因为一个渴望生存的孩子 心与心 撇在了一起 一百九 一百九 二百一 来 来 来 给你 一千 一千六百多 一千 一千六百多 这是我们刚刚募捐过来的 不要谢 不要谢 你们大人还是好就行了 好好好 祝你们一路平安 好 我刚刚的我自己是真的很难修 到了这个世纪 是不是 做父母的人 我 我送的那也感谢大家 希望到南京 我会把我的儿子一天年 列车上的一幕幕感人至深 无论是一点点微薄的捐款 还是一句句淳朴的问候 都让小宋生一家人体会到无比的温暖 有这么多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也更让小宋生多了一份康复的希望 到达南京之后 医生呢 会对孩子做出怎样的诊断 而小宋生的病能够治愈吗 这种感觉 gospel 厌的恐惧 我们是从江西过来的 江西过来的 对 我们在一面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院 他其实币导致毛 又对锈鼻的一个医院 就是这么看这个皮肤是吧 还有没有 在导診台工作人员的推荐下 朱德辉为孩子挂了专家门诊的号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排队等待之后 朱德辉和妻子带着小颂生走进了特诊室 由于医院有规定 记者没能进入特诊室进行拍摄 此时我们能为小颂生做的 也只能是祈祷和等待 朱德辉和妻子终于带着小颂生走出了特诊室 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小颂生的爸爸说 医生给孩子确诊为鱼鳞病 而且小颂生做了头皮屑的培养 培养结果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够出来 从朱德辉带着孩子四处求助 到今天我们终于从他的脸上 可谓是看到了一丝难得的微笑 而随后经过院方沟通 我们通过电话 向医生也了解了小颂生的病情 在静医室那里我们了解到 小颂生的病确实属于遗传造成的 而且目前在小颂生父亲的身上 也发现了局部的感染迹象 如果小颂生这两个月用药情况十分理想的话 小颂生治愈的希望非常大 从朱德辉带着孩子求医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对普通的农村父母 对于孩子的那份爱 也许他们都不太善于表达 但是他们的爱却是无私和伟大的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感悟到父母把我们每一个人抚养长大 都有着很多的艰辛和独立 我们衷心的希望小颂生的病情 能够尽早的康复 也祝愿天下的父母们能够健康快乐 当然 如果你也想要帮小颂生 请与我们的节目所联系